威安特勤队破门而入 贺令嫌犯趴下 他就是以竹联邦名人会万华分会长 置居的何姓男子 刑事局调查发现 何姓嫌犯涉嫌吸收错学学生加入帮派 不仅指挥未曾联邦众砍人 还教唆担任诈骗车手 日前因为怀疑四名少年侵吞彰款 还将人如走凌虐并向亲友勒俗 刑事局经过长期搜证追查 寻先逮捕何姓主贤在内 共18名帮仲道案 我帮派成员何姓首恶 涉吸收未成年少年入会 以壮大声势之意暴力犯行 并于今年5月间 在内湖区涉犯居中斗殴 及杀人未遂等案件 6月中旬 以被害人涉嫌私吞帮仲 不把款项为由 侵入住宅强压被害人 至新北市汐止区某铁皮屋囚禁 殴打凌链 并勒俗新台币数万至数十万 不等财物且持续恐吓被害人及其家属 至被害人及其家属于恐惧中 手段嚣张且严重 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安全 警方已经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杀人未遂及妨碍自由等罪嫌 将核性嫌犯等18人移送地检署侦办 其中有一半是未成年少年 主嫌核性嫌犯最后被生压获准 警方呼吁不管是学校 家庭还是设政单位 对于辍学学生能多一点关怀及辅导 防止未成年少年误入歧途加入帮派 记者张旗腾 采访报道